疫苗施打站啟用第一天 家長趕緊帶著孩子來補保護力 自由廣場由北榮開設十二條動線 動員八十位醫護人力支援 確保接種順暢 每半小時為單位分流接種 上午預約量大約兩到三百人 也有不少民眾直接到現場 隨到隨打 別容一天預計服務量能 可以達到一千五到兩千人 限時五天開打 班務廉價也不中斷 拿出千元大超結帳 被告知不用錢 民眾一臉捕薩薩 同樣在月初上路的 還有零到六歲快篩免費領 這話上演先前的排隊潮 藥局也提前備好六項庫存 但卻只有零星的民眾上門 門口貼出公告 再一次提醒零到六歲兒童 就算先前領過實名制 這回同樣可以帶健保卡來藥局 免費再零五劑 不過也是一樣身份證單雙號進行分流 疫苗快篩雙桿旗下 專家也認為未來兩週能有效 壓制兒童重症率 專家也強調兒童即便打完疫苗 在未產生保護力之前 還是得加強日常防疫 才能有效降低病毒感染 雲林縣議員蔡東復為了兒童疫苗 在議會炮打中央 短波給雲林縣的3300劑疫苗 讓議員怒火中燒 雲林縣長與議員 對兒童疫苗短波有為辭 難道疫苗真的是少給了嗎 雲林縣獲得撥發疫苗 有兩萬一千兩百劑 減去施打BNT者還有一萬六千多劑 對照雲林三萬四千多名兒童 扣除打過的確診的 剩下還沒施打的則有一萬七千多人 剩餘疫苗對應未接種者 大約有九成三的比例 這三千劑就是暫時停播之後 我們就必須要非常努力的 來控制我們的疫苗的使用量 這樣子勉強是可以足夠的 那同時我們已經也向中央 繼續爭取補足這個差額 地方政府對兒童疫苗喊出需求 不過同一時間 直擊臺中的大型兒童疫苗接種站 疫苗數量出現撥補問題 讓部分家長決定這樣做 有預約到就來趕快打一打 今天打到第一劑了 就已經很滿意了 疫情還在發展中 缺乏保護力的兒童對疫苗的需求 卻在撥補問題中爭論不休 三雷七五中部總部報導